中方对在这次事件中遇险的非方渔民表示慰问 这个事件发生后呢 中国和菲律宾双方已经通过多层级多渠道进行过数字沟通 中方想强调这是一起海上渔船意外相撞事件 那么现在呢有些方面把这个事件与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与两国关系挂钩 甚至呢还有些人进行政治化的解读 这些呢是不合时宜的 中方将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继续全面认真调查此事 中国政府中央政府对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工作一直是予以充分肯定的 中央政府也将继续坚定的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实证 接待联合国秘书处官员访华是中国同联合国正常合作的一部分 美国自己也曾接待过沃伦科夫副秘书长访问 所以说呢美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同联合国的正常合作说三道四 沃伦科夫副秘书长访问中国新疆地区是中国同联合国方面商定的访问行程的一部分 大家知道美国一方面提出来要求中国就新疆地区采取的去极端化举措做出解释 那么当中方真正敞开大门邀请联合国官员访问新疆地区的时候呢 美方又来指责联合国方面的行为是极不妥当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 应当说美国这些做法是非常虚伪的 也是毫无道理 中方对海湾地区局势持续紧张 确实我们感到担忧 我们注意到了多个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呼吁相关各方 在有关事件彻底调查清楚之前 不要仓促的下结论 希望所有有关各方能够保持克制保持冷静 避免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紧张 所以呢我们希望有关各方能够一道努力 共同维护有关海域的航全安全和地区的 和平稳定 这个呢我相信符合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 我想问一下那个山盖的数据 最后就是3坎